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为你包下了一个体育场 唱歌给你听的那种浪漫 而在5月的最后一天 竟然真的有5个男人坐下了一整个体育场 唱歌给我们听 虽然那现场没有观众 但是每个座位上面都被放上了一只荧光棒 闪烁着的万千灯光汇聚成了最亮的星点 免门票 没有赞助商 自掏腰包 办线上演唱会 只为了不辜负于粉丝的5月之约 这份笨拙的浪漫也就只有5月天能够看出来了 从2006年开始 在每一年的5月份 5月天都会举办一场演唱会和歌迷见面互动 本以为2020年这个5月他们要失约了 但是没有想到在5月25号 阿信在微博无预警的宣布了重磅消息说 要在5月的最后一天进行线上演唱会 突然好想见到你 经过了相连的天空 不论你在世界上哪个角落 都能够和5月天沉浸在同一首歌曲里 谁说2020年5月之约 我们偶尔迟到 但一定会到 5月天等于阿信 怪兽 马莎 石头 冠佑 余 你 真的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的 那天晚上 许多的粉丝非常激动地守在了8点档的屏幕前 等着奋赴这一场特殊的5月之约 一场无人演唱会有超过3500万人次的播放量 听过了多少人并不可知 电视被刷屏的朋友圈以及多条词条的热搜 却足以表明说明了5月天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 一场精心准备的线上演唱会为这个5月份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点 除了时长有一点短以外 但当熟悉的旋律一响起 我就知道我的青春回来了 5月天不仅仅是5月之约还是青春之约 从1997年成团到现在已经是第23年了 我们拥有5月天已经第23个年头了 从So Bad到May Day 从20多岁的小伙子到40多岁的老伙子 当年听歌的人也已经不在少年了 放肤一切都在变 但是那一份倔强的少年心性却一直都在 还记得5月天成团的时候刚发布三首专辑 阿信 怪兽和马莎就要服役入伍 5月天就只能够宣告暂时修团 这种告别对一个乐坛很有可能会产生致命的打击 更何况是在风趣云涌的世纪初乐坛里面 没有想到两年之后 5月天带着第四张专辑《时光鸡》回归了 用实力打破了沉默魔仲 2004年5月天开始转向了内地发展 找各种的机会在北京串场Leap Host 并且在北京无名高地酒吧进行了定下演出 平时并没有人认识他们 当晚的30多个观众还都是为其他两个乐队而来的 因为不同于寻常摇滚乐的反叛与激烈 所以5月天在台上遭受到了摇滚迷的不满 在现场还被喝了倒彩 但阿信坚定地说 如果说摇滚是对于这个世界制度的颠覆 那么5月天就是对于这个颠覆的再颠覆 随着倔强 知足等歌曲的抱负 5月天在内地的知名度是越来越高 2012年5月天第一次登陆《鸟巢》 举办了诺阳方舟演唱会 10万张的票三分钟就被抢受一空 从无名高地酒吧到鸟巢短短几公里的距离 5月天走了8年 那时候仿佛校园里的每个人都在哼唱着5月天的歌曲 操场上汇汗如雨的少年 走廊里面闹闹闹闹的同学 这些美好的青春画面 都被藏进了5月天的歌曲里 有人说5月天是一种信仰 他们的歌就是充满了希望 给人一种热爱世界的精神力量 失恋了5月天告诉我们要知足 即使是尊开也要微笑着祝福 温柔地治愈着感情的伤口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 要怎么收藏 要怎么拥有 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 其实才是拥有 受错了5月天告诉我们 有些事虽然无能为力 但是还是要努力 这就是倔强 蜜蜂的方向更适合飞翔 我不怕千万人阻挡 只怕自己投降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 紧握双手绝对不放 难过了5月天告诉我们 人生海海 潮落之后一定就会有潮起 就算真的整个世界把我抛弃 而至少快乐伤心 我自己决定 所以我说就让他去 我知道潮落之后一定会有潮起 5月天的音乐当中 总是满怀着对世界的期待和热爱 在失忆的时候给你继续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5月天最可爱的一点呢 就在于他们还会告诉你 那又如何呢 左寒人如何 当闲鱼又如何 还是要以钢克钢 把年少的时候不撞难 强不回头的倔强 把喜欢一个人就坚持下去的职偶 贯彻到人生的每一天 就算透过血流也可以错得很过瘾 成台23年有许诺和五月天 一起并肩走过的团体 逐渐消失在了人海里 Beyong失去了皇家居 黑豹走了斗围 又走了蓝树晴勇 与拳只剩下了海拳 五月天依然是五月天 这也许呢 已经不是拥有同一个梦想 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的五个人 见证着彼此的荣光与落寞 相互的扶持相互鼓励 一辈子的兄弟 从来都不是嘴上说手而已 如今五个人呢 也都是从青涩的小伙子 变成了不再年轻的大叔 从灰暗的地下酒吧 到瞩目的鸟巢 他们五个用一段段 植入人心的旋律 唱进了少年的温柔情愫 和固执梦想 词曲里面 写满了一代人的青春梦想 错过和不甘 陈玉逊曾经这样评价过五月天说 如果我是歌神 那五月天就是一种宗教 有人说能够超越五月天的 也许就只有他们自己了 这些年不只是歌迷在回忆青春 五月天也在复刻演唱会 甚至重新邀请当年演唱会上的嘉宾 带领粉丝一起追忆 就当青春从未散场 能够在繁杂的世界里面感受 五月天顿着的浪漫 负重前行的时候 依然没有失去感受幸福的能力 这种感觉真好 正如阿信所说的那样 大人的世界很好 如果有时候有那么一点不好的话 没关系 当你戴上耳机听五月天的时候 你要记得 五月天永远陪你20岁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娱乐缤纷秀 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你宝贵的赞 并且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 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呢 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